嗨,哈囉,大家好,今天是9月11號補班日 那我趁著今天呢,特別去租了一台 Suzuki的Katana GSX S1000S 嗯,這一台呢,可以說是 Suzuki的經典啊 那平常呢,都騎Honda車的我為什麼 今天會想要改騎這一台Suzuki的Katana呢 其實啊,這應該是受了一個日本動漫的影響 大家有沒有看過有一部日本動漫叫做 暴音少女啊 暴音少女,嗯,是一部非常好玩的 青春熱血的 大概就是幾個女高中生 然後騎上重機到處玩的一個動漫吧 其中有一個主角叫做林乃木嶺 是一個金色頭髮 仿雙馬尾的一個性格非常傲嬌的人 然後他就騎這一台Katana GSX 400S 就是以前非常經典的這個400cc的Katana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好玩的這個消化橋段 我後來才知道說 其實這Katana的家族還有分喔 就是除了最經典的這個1100之外呢 然後他後來還出了400啊、250啊 每一個不同排氣量的各有各的族群 從他動畫上面描述一段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一台呢是這個2019年 算是復刻版的GSX S1000S 這一台就是從GSXR1000去改造而來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這個煞車是雙疊的Rainbow 然後經典的這一個護照 還有他的油箱 那最主要的是 他這個是DOHC 4V的水冷式直列引擎 在他規格表裡面上面寫說 他的這個馬力 是在9500轉的時候 具有146匹馬力 146匹馬力是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以我自己的Chrome還有Google來說 把大概都是9匹馬力上下 然後上次騎的這個CV300R 他的馬力大概只有30匹而已 那這一台呢 馬力就達到146匹 我跟一台汽車差不多 重量馬力比起來 那這一台加速就感覺可以非常的凌厲 到時候上路了以後 我們再來看看他實際表現是怎麼樣 那今天也是準備騎著西濱 然後要去口湖東石那一代看一看 那就期待我們接下來的行程吧 Let's go 嘿嘿 現在我們準備要出發了 我們來看一下 TATANA啟動的時候 特殊的動畫法 有 出現一個刀子 好那 現在的里程是18724 我現在要把里程歸零 好 Triple A OK GO 文厚的引擎聲啊 你 好 那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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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 时间已经到12点了 我现在在口湖休息站 这个地方在云林县 那这也算是西滨公路 唯一一个公路总局开的休息站 那现在的这个 里面的卖店的经营 是由全家便利商店来负责的 那这个地方呢 以前呢在机车的板上 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很多的人要环岛 或者是要到其他地方 都会来这个地方稍坐一下停留 那今天我也不例外了 我骑着我的卡塔娜 然后来到这个口湖休息站 环境还算不错 接下来就要在这边 随便换一换看看这个 南部的这个田园的风光 还有海边的一些特产 嗨我现在来到了一家 非常有特色的马蹄葛之家 那在我后面呢 是一片渔温 那除了可以吃 很大很大颗的马蹄葛之外 这边还有体验活动 一次是100块 嗨大家好 这里是马蹄葛主题馆的瞭望台 这个地方居高临下 可以看到 这个云林嘉义沿海这一带 渔温的特色 现在日震当中 天气非常的热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马蹄葛大餐到底长什么样子吧 这些池草 池草它本身它是淡水的 可是我们这个是海水的娜娜 跟市面上你看到那种小颗的娜娜 是不一样的 对这看起来比较大一点 那平种也不一样 对 小颗的是黄金蜜 黄金蜜是淡水的 那这个马蹄葛它是海水的 那它原本的名字是叫做红树蜜 就是伸展在红树林底下的一个蜜 它是目前全台湾最大颗的娜 哦 在在在在在 今天的主餐马蹄葛终于上菜了 我们来看一看 哇 这个 听说是台湾最大的蛤蜜 这平常吃的都小小的 这个超大的 吃起来一定非常爽 还有这个烤生蚝 1-5个 只卖250 实在是太划算了 今天来这个马蹄葛主题馆 实在是太划的来了 东西又好吃 然后今天又没有什么人 好 好 接下来我要去看一下东石的水中屋了 Let's go 嗨 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到了 东石水中屋 诶 这边是嘉义的东石 那在我的后面呢 有一座古厕 那这个古厕呢 现在被泡在水里 那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有地层下陷 所以说到最后 这个房子越来越低 就沉入了水中 那所以屋主就不得不 迁到别的地方去住 所以留下了这个遗迹 今天呢 天气非常的好 那我骑着这台卡塔娜 然后跟这个东石的水中屋合照 别有一番滋味 那我们就接下来要去下一个景点啰 拜拜 那下一站呢 我们要前往古坑 还有来这边钓鱼的 还蛮好玩的 这边的水面都距离 桥面很近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